今天的話呢我希望各位第一個把那個桃園的這個東西 先下載之後下載記得不要直接打開 請你用什麼用那個資料裡面的從文字這邊把它做賄賂 所以記得賄賂不是直接開喔 而是從這邊資料裡面的從文字 找到下載裡面的這個東西把它賄賂 賄賂之後的話呢記得轉換成範圍 因為流氓表格那你可以用只是會有一些衍生性的問題 好 那第二個的話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要統計年還好啦你會發現 他這個資料呢其實他給的是什麼TIME應該是時間 時間這個感覺有點怪怪這什麼時間 9903 沒有TIME的話好像也 應該是Date吧 這個應該是日期才對喔所以其實這個跟這個好像重複了有沒有 這個是 民國哪一年吧 那這個是幾月 幾日 OK那所以其實他已經有年了 那我們理論上 就不需要再多一個年的欄位了 好像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資料就要年 然後用 ZAPT 那這裡的話其實不用啦OK 可是他的資料裡面好像還有一些 小於104年以前的舊資料 所以沒關係我們可以把它用過濾掉的方式 好所以喔第一個 那這個的話 這邊空的可以把它刪掉啦 不然的話看起來 有點亂亂的 那這個的話可以 改個名稱好了 這個也許要資料好了 這些原始資料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出上個禮拜做兩個東西 一個是歷年來的這個住宅的竊道 台北市 有點像溜滑梯一樣 OK表現其實還蠻不錯的 真的說說真的 因為從 一年竊道數量大概快700個喔 也是平均大概一天有兩件 竊道案件 到現在 去年好了 去年的話大概200 200的話等於是 一天不到一件 平均大概兩天才一件 台北市住戶這麼多 兩天才一件 所以其實台北市治安喔 如果以這個帳面上的數字來看喔 其實算是 蠻好的 OK有沒有 就是說呢 基本上的話呢 他已經 達到 讓人家感覺就是說 應該 沒有到業不必戶啦 有沒有 但是至少 你應該比較不用擔心那個 你的 住宅如果假設沒有特別加什麼鎖的話 應該 蠻安全的感覺啦 不過實際上是不是這樣我也不太清楚啦 只是帳面上 但是 桃園的話呢 因為桃園人口 這幾年增加的幅度現在太快了 有沒有 已經 慢慢 應該是超過 台北市了吧 不知道你們可以再查查看 應該直轄市好像也要 人口要超過200萬以上 OK 那 這個數量是不是 跟台北市比較之下 會不會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喔 接下來如果以這個資料 那我怎麼知道 答案呢 其實很簡單嘛 插入樞紐分析表 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第一個 把資料下載 所以喔 第一個資料下載 找到資料 一樣喔 所以你們開放資料 先找到你想的 找到資料 把它用以色列開起來 第二步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這個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所以喔 樞紐分析表很重要 你大概就把這個學好就OK啦 然後 因為我主要要那個欄位 統計的是100 一耳的這個 OK 所以喔 有不要放這邊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他跟你選到這個範圍 對不對 對 沒有按確定就可以了 再來把一耳這個欄位放到列 再把一耳這個欄位放到值 那你可以看到 他幫你加總起來 可是問題我不是要加起來喔 他實際上是把裡面的數字 一耳裡面的數字是什麼 就這個啦 幫你把它加的 其實不是我希望 把 這個裡面的數字改成什麼 所以喔 特別值這個地方 你要多做一件事 因為他裡面是數字 所以他幫你加總 那你可以把它點旁邊的箭頭 值得欄位設定改成技術 就是算幾個啦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邊有一筆 那就幫我加一 就有點像正字 跟開票一樣 1234 現在的狀況是把104 再加104 再加104 類似像這樣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那個數字很大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 有沒有 104大概就是 169筆 然後到 這個110 不過110 我不知道這個資料是不是完整的 47 那這個 看起來好像110 他的資料好像 最 所以你可以排序一下 比如你可以排序 看一下 他最晚好像到11月 有沒有12月 也不確定 OK 會不會只有到 11月12月 不過已經算低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只要104到110 那我可以把這個標籤 把它打勾 就是87 93這些 就是 只要是 小於 104的 我通通 把它打勾取消 然後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留下我要的啦 看起來 好像桃園治安 以帳面上的數字來看 好像比 台北好 你看 104 才 169筆 那可是 台北的話有7 快接近700 我看 是不是 700 實際上 687 所以比起來 桃園治安真的太好了 而且 到100 去年 一年才47 個 切的案件 怎麼那麼這麼少 資料是被美化過了嗎 那麼畫個折線圖 怎麼畫折線圖 分析裡面有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一樣畫折線圖 有標記的這一個 按確定 然後把這邊 打開一下 這個把它再縮放一下 上面的名稱 把它改成跟上個禮拜一樣 歷年的住宅切到統計好了 那字形大小那些都改一樣好了 OK 這樣 那這個圖利這個不要 這個叫圖利 Delete掉 OK 然後呢 這個把它換成 紅色字好了 那大小把它改20好了 OK 大概是這樣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終的 不過呢 他跟台北市不太一樣 台北市是溜滑梯的 但是 桃園是怎麼 104 105 掉下來了 有沒有 但是106又上去了 然後107最高 再慢慢下來 為什麼105到107增加呢 這個我也不解啦 不過背後 這個是數字上呈現出來的結果 可是背後到底 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這個可能就要去 Google一下了 比如說 105年的 警察局長是誰 為什麼表現這麼 是105他退休了 換了一個新的 我不知道啦 或者說新官上任 他突然就是 變好了 也有可能 這個我們 可以再從其他的資料 去做佐證 這個我想 那以這個 賬面上的數據來看 桃園的治安 其實是 住宅方面的 治安其實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OK 第一個啦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想要知道 所以這邊的話 也可以把它改成叫 歷年的 這個住宅竊道 所以 這部分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做的 然後我是利用這個資料 做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我一樣 希望做出類似像 那個什麼 台北市 各區的 可是問題區 在這邊有沒有一個資料是區的 資料裡面有沒有 好像沒有區的 不過其實我可以拿前兩個字 應該就可以知道哪一區 中立 應該中立是 巴德 巴德應該叫巴德區吧 還是巴德市 巴德是區吧 然後 然後 爐竹啊 等等啦 不過前一個字大概就 桃園市 那所以其實 是不是說如果要分區 那我乾脆什麼 就拿這個前兩個字 來當區的名稱就好了 所以也許在這邊 插入一個 欄位 這個的話叫區好了 因為你要這個欄位 你才可以做 這個分析嘛 那一樣插入 用什麼文字類裡面的LAPT 有沒有 然後LAPT的部分 我們一樣拿這個 抓兩個字 前兩個字 中立 好 然後上下填滿 那我就有這個區了 那我有這個區 那我想知道 這些切到按鍵裡面 到底哪一個地區 最多 OK 其實它當然 它還提供什麼 拿一個鎖 鎖的話我這個就不太無解 不過後面還有什麼呢 這個叫這個緯度 跟它的金度 那金度緯度 其實是可以直接配合什麼 配合 因為它其實 理論上最好是可以把這個地址查出來 有沒有因為在那個 台北市的資料裡面 它是直接提供什麼 提供地址 但是有些開放資料 如果是提供的是金緯度 緯度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地方是哪裡 其實有個方法 你Ctrl C 把緯度跟金度複製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請出那個 Google地圖來幫忙 把它貼到哪裡呢 Google地圖這個地方貼上 Enter一下 其實它就會告訴你 這邊是哪裡 在這條什麼路呢 這條叫 環中東路 而且這邊有地址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地址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就是它的地址 有沒有 地址在這邊 但問題另外一個問題 當然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地址 總共的話 Ctrl向下 總共有900 900都還好啦 不過你可能要做很久 這個地方 再做一次 選這兩個 這個緯度 這個精度 Ctrl C 然後你直接 在這邊 Google地圖上貼上 它就幫你查了 Enter一下 甚至它會幫你查出 這個地方 的地址 OK 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的話 就有地址 但問題來了 你要貼900多次 這個 不過 這個是 至少你可以辦得到的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怎麼做 至少啦 我可以查得到 所以 那這樣子 我是覺得它這個資料有點 不太OK的地方 就是說 那會不會有小偷 他會用接勤 然後再看一下 勘查一下 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失竊 顯然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鐵窗特別新 有沒有發現 所以 感覺上這個應該是後來還裝的 有沒有 而且這邊的鐵窗有沒有發現 特別的新 所以我們推測 有可能 他 我在猜啦 招小偷之後 後來 才找那個鐵窗師傅來幫忙裝 這是猜測啦 OK 所以這個其實Google地圖裡面可以幫上 蠻多忙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是 可以這樣做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 主要是 利用賄賂資料 產生這個折線圖 記得這個最後標籤這邊有把那個 把它關掉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會向這個道路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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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